你们吃过人肉吗?楼上的大叔告诉我说 人肉就像英素一样,令人着迷,令人上瘾 最好吃的人肉是怀春少女 而我的姐姐更好吃她最满意的食物 此时我的表情就像你手机的第三个表情包一样 快发出来看看吧 我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 从厨房筷子走出来,把鸡汤放到桌上 姐姐想吃鸡肉很久了 可惜前段时间闹鸡温,死了不少鸡 直到这段时间风头过去了不少 我才能从市场上买一只老母鸡回来 给她坐着吃 我习惯性拍了张照片,保存金相册 开始招呼姐姐吃饭 姐姐从卧室出来 她的体力是越来越差了 昨天不过拉着她稍微运动了一下 结果睡到现在才起 我笑应地看着她吃 很是享受这种温馨的时光 咳吱咳吱厨房的天花板隔层里 似乎见了老鼠 最近时不时就要发出点噪音 我跟姐姐不约而同抬头看向天花板 楼上那大叔一定很有钱 天天吃排骨 说不准还是人肉排骨呢 谁还堵不住你那张嘴 我无奈地摇头 我姐姐这个人没个正情 天天就喜欢满嘴跑火车 吃完饭 我开始收拾吃剩下的骨头 姐姐在一旁接起了电话 明哥你还没吃饭啊 我现在就给你点外卖 我见过那个明哥一次 1.7米的身高 200斤的体重 要钱没有 要内在更是一塌糊涂 我默不作声等姐姐打完电话 才开口吐槽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看你是饿了 什么都吃得下爱啊 你不懂 明哥无父无母的 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打拼 也没什么朋友 很可怜的 其实他人还是挺好的 我就想试试嘛 好吧好吧 随便你 一会明哥就下班了 我要收拾的美美的 你死他 我觉得你不穿衣服去见他 比你精心收拾 一番的化发妆管用得多 他天天专挑晚上约你 什么心思你不知道吗 哎呀 不要这样说了 明哥就是下班比较晚而已 是啊 或许是悬疑推理就看多了 我对夜晚的动静格外敏感 客厅传来响动 是塑料袋被踩的声音 这次我敢确保自己并没听错 我猛地按住姐姐的手 示意她别说话 然后侧起耳朵仔细听 这时四周却诡异地安静下来 气氛一瞬间降至冰点 脑海中闪过不少入室抢劫 我心中越发紧张 我用眼神安抚住姐姐 小心翼翼地偏头 看向声音的方向 我看到了一双眼睛 漂浮在距离地面不高的位置 我浑身一松 是旺财 吃惊一场 你就知道吓唬我 我不是以防万一吗 毕竟家里就我们两个弱女子 要是真进来人不就完了 要杀也是先杀你姐姐我 我错了 你别生气 烦死了 明哥下班了 我要下去找他 一会儿我回来 你记得开门 姐姐走了我无所事事 躺在床上拿起手机 开始翻向册里的照片 记录美食已经成了我的爱好 嘎吱嘎吱 一动刚刚响起 我立马把手机细屏 看向声音来源处 只招才挺着肥胖的身体 正在吃猫粮 我放下心来 毕竟笑话自己 真是的 最近神经也太紧张了 不知道还以为得了被害妄想症呢 或许是没休息好神经衰弱的原因 我这样自我安慰着 但是不知为何 我总觉得 有一股奇怪的官 营料在心头 不等我仔细去追寻 这股官的油头 下一秒 楼下传来一声尖叫 在寂静的夜晚里 显得格外刺碗和晕身 我随便披个外套就下了楼 走出单元楼 我拨打电话的手顿住 一个女人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 扑过来抱住我 死人了 死人了 怎么了 你看到了什么 别怕 哪里有好多石块 好多好多石人的石块 什么 别怕我去看看 我凑近了些 看清了塑料袋中包裹的东西 竟然全是人的尸体 通过敞开的部分 甚至能看到 截断成一根根的手指 杀人分尸 向来只存在于 无法拦目的案件 现在就毫无预兆地 摆在我面前 我退后了几步 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来得比我想象的快 现场很快被围了起来 你好 是你们报的警吗 是的 我叫黄文芳 青海市刑侦大队的队长 方便了解一下 刚才的情况吧 我也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时我在楼上 听到一声尖叫下来了 就看到这一幕了 应该是野猫被血腥味 吸引去垃圾桶密室 把这些事块翻了出来 刚好我这女人撞到了 我如实回答 并说出了自己的猜想 在楼上听到了尖叫声 黄文芳重复了一遍我的话 你为什么会选择下楼出来 而且我见你很冷静 我姐姐一个小时先出去了 听到动静 我害怕她出事 就想着下来看看 你姐姐为什么要大半夜出去 当我说姐姐去约会的时候 黄警官明显不信 这时姐姐就匆匆赶了过来 怎么了 你在电话里说的含糊不清的 你没事吧 我指了纸地上的那几个黑色塑料袋 姐姐松了一口气 我嗡了一声 看向黄文芳警官 这下你可以相信了吧 听你刚才说 你们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吗 对呀 就在旁边的三楼 我指了纸三楼 还亮着灯的房间 余光贴到什么 我忽然整个身体转过去 盯着三楼 从这位置看过去 正对着我们家卧室的窗户 卧室还亮着灯 刚刚黄眼间 我似乎看到一个黑色的身影 转瞬即逝 心里的不安越来越重 好 还麻烦三位得跟我走一趟 需要做个比赌 我心里明白 只要一天不抓到凶手 他们就一天不会打消对我的怀疑 不知道你们是哪里来的错觉 会认为一个普通女星会 拥有杀人且碎尸的能力 我观察过那剧女师 她的身体 被分成大小不一的块状体 随意地丢弃在黑色塑料袋里 骨头的断裂处 呈现不均匀的缺口 应当是用刀活生生劈开的 是一把狠钝的刀 所以要重复在同一个位置 狠狠砍上几下 才能致使其完全断开 我们刚想离开 今天晚上发生的一切 就像按了加速键的电影般 一幕幕飞快闪过 最终定格在一双眼睛上 是客厅那双漆黑的 故意睁眼的眼睛 所有隐隐绰绰的不安 在此刻串联起来 只像我一直以为忽略的一个事实 旺材不是早就 被我关在卧室了吗 可如果客厅里面的 不是招财是谁 我猛然转身 看着黄文芳沉声说 我想我有办法 证明自己的清白 回到家 我跟姐姐倒头就睡 直到下午才悠悠转醒 姐姐去拿外卖 长时间没回来 我下意识出去寻找 结果我看到一男人 把姐姐绑在沙发上 姐姐疯狂晃动起来 想要提醒我快走 可还是晚了 我被她捉住了 我们姐妹两个平时和你无冤无仇 只要你放过我们 今天的事情 我们就当没有发生过 把我们两个都控制住后 我这才彻底看清她的脸 居然是楼上的邻居陈叔 陈叔 你想要多少钱 或者是其他要求 我们也可以 我想要你身上的肉 也可以吗 你们吃过人肉吗 那是一种多么美料的滋味 就像毒品一样令人上瘾 只需要尝过一次 便是销魂石骨 再难忘怀 陈叔说着 脸上露出陶醉的表情 大概是认定我们已经逃不掉了 她并不急着动手 反而兴致勃勃地开始讲述她的过往 您知道我第一次吃人肉 是什么时候吗 在我十岁那一年 那时候全国各地都在闹进我 地里的草根树皮都被吃干净了 什么吃的都没有 不少人饿死了 变成了新的口粮了 为了活下去 爸妈杀了妹妹 做成了一大锅鲜美的肉汤 妹妹的肉好香啊 我太饿 没忍住吃了好多 可妹妹太瘦了 很快就吃完了 我又饿了 于是我吃了妈妈 爸爸没有怪我 因为我把她也吃掉了 听完她的话 我跟姐姐富裕儿童 汗毛直立 这家伙完全就是变态 你们知道 什么人的肉最好吃吗 那就是淮春的少女 他们的肉最为紧嫩 又带着一丝成熟的韵味 陈叔边说边想抚摸姐姐的脸 你不用害怕 我们是邻居 我会对你温柔一点的 不会像对待那个女人一样 我会一点一点片下你身上最美味的部分 小区柔下那句女诗是你杀的 对 是我杀的 与其有功夫在意这些 你还不如多担心担心自己 你跟你姐姐不一样 我会亲自把你变成最美味的食材 她咧开嘴笑 咕噜噜厨房的水烧开了 陈叔回头看了眼 故事时间结束 该给你洗个热水澡去去腥了 就在这最后关头 局势陡然反转 一群警察持枪破门而入 陈叔挥舞着菜刀想反抗 一颗子弹直接穿透了他的膝盖 他倒在地上 被围上前的警察按住 多谢您这次的配合 帮我破获几十年的悬案 别 你的谢谢 我可承受不起 再晚一点 我跟姐姐就要受伤了 我的合作完成了 黄警官这下走门打消 对我的怀疑吗 黄警官看着我的不悦 几乎快要化为实质 连带的语气也变得不好起来 是的 当然 既然如此 没什么事情的话 黄警官还请会吧 我姐姐需要休息了 黄文芳看出我的不耐 原本想说的话 咽回了肚子里 转身带着其他人离开 等警察全部离开我 还算放下心来 那家伙真是个蠢货 自己没脑子就算了 还差点连累我们 他确实是个蠢货 听我这么说 姐姐不由地生出担忧的情绪 他犹豫着说 要不 要不 我们收手吧 你不要再杀人了 我害怕有一天你 姐姐 可是从踏上这条路开始 我们早就没有反悔的机会了 陈叔的故事结束了 接下来是我的故事开场 《苏宇花色调》 《苏宇花色调》 春天改的是··· ES ejemplo 《苏宇花色调》 谢谢大家